最後要怎麼修正日期 其實很簡單,我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30 36這個其實可以寫一個向下的追蹤 只是說目前沒寫沒關係 然後一個 next 最後就是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用切字串的方法 其實這個原理原則跟剛剛的還蠻像的 一個 last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 這一串實際上你們應該會有感覺 就跟之前寫公式差不多 laps 就是左邊的四個字 所以這個資料 所以你一樣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這四個字就豆點4 先抓過來 然後空一格and 因為and前後要加那個空白 然後and一個斜線 斜線記得前後要加這個雙引號 意思是串一個斜線在中間 然後在空一格再加mid mid就是中間的字 那哪一個字 一樣就是這個東西 sales i列的A欄 裡面的什麼 第幾個字 第五個字 取幾個字 取兩個字 這個好像跟剛剛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是換個地方寫而已 然後後面的話在and and斜線 所以其實你偷懶一下 拿這邊來call比較快 and斜線 然後再write 然後呢 一樣把這個 sales i列的A欄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取得右邊算過來兩個字 這樣就OK了 那串完之後的話呢 就把資料丟過來就OK 那最後呢 當然你加一個那個什麼colons.autofit 這個指的是什麼 自動調欄 為什麼你如果沒有加這個的話 有可能一個狀況 就是因為你加了斜線之後 它的欄寬會不足 會變成有緊字號這個錯誤訊息 所以你變成你把它調寬一點 這樣就OK了 就是autofit 自動調欄寬 那最後的話其實你就可以在這邊加一個call call什麼呢 call修正日期就好了 就是寫完之後有沒有 你把資料下載完 然後來呼叫那個修正日期 這樣它就不會像剛剛一樣 OK 就是日期又要手動一次了 那最後的話 當然呢 我是希望說你們可以 在這個旁邊加按鈕 插入這個按鈕有沒有 按鈕部分的話就是在這邊加一個 這個的話就是第一個也許就是匯率下載吧 下載完之後自動修正 把它加在這邊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按一下 有嗎 它就資料就下來了 對 而且修正了嘛 因為有call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習慣把這個按鈕按右鍵複製 拿這個來貼 這來改好了 第二個的話也許是 乾脆是什麼 美元折線圖 或者乾脆全部好了 第二個是全部 然後再來第三個 一樣拿這個複製 貼到下面好了 這邊的話就 重新指定它叫刪圖好了 OK 那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三個啦 先刪除圖 有沒有 那你就把資料刪掉之後 重新下載 然後再重新畫圖 這樣就OK了 也就是說啦 如果你這個資料 假設你明天再開起來 有沒有 那你因為資料 明天又新增了一個新的資料 那你就可以重新把舊的資料刪掉 就不用做什麼事嘛 只要怎麼樣 把它直接刪掉舊圖 然後重新匯入資料 再按下全部折線圖 那你這樣的話就全部畫完了 好像你什麼事都沒做耶 但是什麼事都做好了 這感覺其實還滿好的 OK 那當然後面的話呢 請各位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自己再試試看 除了重向放置之外 請你自行練習 改為左邊右邊 左邊五欄 右邊五欄 高度不變 這個怎麼做 OK 想想看 甚至的話你可以怎麼樣 不要放在同一個工作表 你說老師放在這邊 右邊好像有點擁擠耶 對 我也覺得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放在這邊 我可不可以放另外一個工作表 把它放在這邊工作表 然後一樣就是按全部 但是就是畫在這邊 而不要畫在這個旁邊 可不可以 OK 只是說你自己再去延伸好了 因為這個有點難度了 所以今天的練習主要就是把 美元折線圖這個練習完成就OK了 你把它繳交上去 其他當然我有給答案 你們可以自行參考一下 然後改為跨工作表的 你可以把它 不一定放在同一個工作表 你可以把它放在另外一張工作表 可以把它分開來 那你如果畫兩欄不過癮 你如果畫三欄 一、二、三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多欄可不可以 其實很多種方式 其他部分的話 就請各位自己再練習看看